而接下来新闻是完全不同的世界 而且让很多人难以想象 这里是南韩连日豪雨 导致河川溃堤 山区爆发土石流 全部罹难人数已经攀升到40人 还有另外9个人失踪 单单在中部青州市的一个淹水地下道 就已经打捞出了13具遗体 救难人员将遗体抬出 小心翼翼盖上摆布 青州市这处淹水的地下道 经过救难人员连夜抢救 再打捞出4具遗体 罹难人数已攀升至13人 这起悲剧发生在星期六 当地在一天之内降下300毫米的豪雨 导致附近河川溃堤 这处长约700公尺的地下道 惨遭洪水淹没 当时有15部车辆困在里面 包括这辆载有约10人的红色巴士 救难人员紧急调来抽水机把水抽离 同时派遣多名潜水员进行抢救 有亲友受困的家属赶到现场心急如焚 除了这起地下道淹水事故 南韩中部的沁上北道山区 则爆发土石流 有防射整个被冲走 导致19人丧生 总计这波洪水至少夺走40条人命 还有9人失踪 正在欧洲访问的总统尹熙悦 星期一反国后 立即召开灾难安全会议 并宣布重创地区为特别灾区 然而民众对于政府的应对有诸多不满 包括青州市府为何在发布洪水警戒后 没有早点关闭淹水的地下道 尹熙悦访问波兰为何临时加码 出访乌克兰 行程安排是否失当 这些都是有关当局必须检讨的课题 而气象预报显示 南韩本周将持续出现暴雨 民众仍旧不能掉以情形 公事新闻中卫民别一